大家好,每天晚上我都在这里与朋友们见面 这是我最近的工作室,这是我最近的画室 我的周围环境都是艺术品 全是艺术品 我在后面,朋友们看着白的是我最近准备创作的大的画风 镜头里面不太看得出来 每天晚上我都在我的工作室跟朋友们见面 谈谈政治,谈谈艺术,谈谈人生 谈谈中国问题,美国问题 这是现在全世界关注的交点 也是人类的交点 现在美国国内的问题,以及中国的问题,以及世界走向的问题 这都是交点,这都是现在全世界关注的交点 所以说我们每天晚上在这里跟朋友们聊一聊 这是很重要的 我在这里谈政治问题不带观点 相当于跟朋友们报告新闻 今天晚上第一件事情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跟美国脚白的政府带信 带信说要回归理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印度宣布永久性封闭中国59个IPC 永久性封闭 朋友们听好了 两个问题 其实还是要谈到艺术 因为我是画家 我是艺术家 所以要谈到艺术 你看我的环境 每天晚上我都在我的工作室跟朋友们聊天 谈艺术 我有一千多张艺术品 也就是说 朋友们看到的是小的 最近画的当然是背上那个白的 那个强烈 实际上是画风 三个画风 大概有一个是五六个频率吧 有两三个频率 一两个频率 我一千多张艺术品 就是人类的财富 人类共同的财富 不是哪个人的财富 艺术没有国籍 没有语言之分 没有种族之分 艺术是最平等的 不管你是不是艺术家 你觉得好看不好看 喜不喜欢就够了 不需要用专业语言 我一千多张艺术品 一项五一升西行 加上三百多张大型油画折批 我去年参加 去年二千年了 二零一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参加麦哈登全球油画竞赛 获得优秀奖 得了广泛的好评 这是一个在艺术上 然后呢,希望朋友们关注我的YouTube,订阅我的YouTube,关注我的Twitter 希望有时支持朋友们,支持我赞助,给我一些资源,我把我的一千多张艺术品做成一个博物馆 留在美国,这是我跟美国留下的一个财富 法是非常重要的,一千多张艺术品,如果将来流传到社会上,将来要收集起来是很困难的 或许永远都收集不起来了,因为流出去以后就很难收回来 我一千多张艺术品,需要多少社会资源才能够组成博物馆 三百多张大型的博物馆 有一部分关于美国题材的美国政治方面,希望有时支持收藏我的前期的关于创组团队的一些政治方面题材 最近我正在积极准备画民主党,叫拜登方面的,以及南西佩洛西的绘画组织 我的这个意思是,不带天界,不带什么其他意思,不带政治观点 所以,美国共和两党都是美国不可获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持部分 谁都离不开谁,他们两个亲兄弟,不管他们打得有多厉害 我想,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美国人的事情,白人的事情 我不带其他的任何主义 我不带其他的任何主义 因为我们有些人种 按照日系的宣誓誓言 我们是协助美国,协助美利监,协助美国军队 我们不是主角,主角是美国白人 所以,他们两党两兄弟,是谁也不留开谁 不管他们打得有多厉害,打得有多厉害 他们已经存在了美国历史 存在了美国200多年的历史 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已经存在了100多年 美国的历史,存在美国历史,存在美国的伟大 存在美国的这个辉煌,今天的辉煌 他们两党两派都做出了结束的贡献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应该,特别是有声人 特别是中国人,没有资格去在美国拉一派打一派 没有资格去一会打这派,一会打那派 一会打这个打那个 中国人没有这个资格 更没有这个能力,更没有这个戒指 而且中国人要说比起西方,比起美国 比起西方的这个民主自由县政等等的理念 还差十万八千年 还差千万年 中国意识 跟西方的民主自由县政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的理由 因为东方 因为中国,他们是非常原始 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原始社会 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进化到现在文明社会 所以中国人没有这个资格 所有中国人在美国各种各样的媒体 都是为了欺骗美国 欺骗美国 又到美国 让西方 中国人往往都是 都是什么呢 都是这个 离接纪 不仅离接本民主 不仅离接中国人之间的事情 同时离接美国 离接西方 这是共产党最厉害的 好,我们在这里 待会再继续谈这个问题 我们谈这个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 中国跟 美国搅拌的政府带信 要回归理性 什么叫回归理性 就是让美国继续随进政策 继续去拥抱中国 继续去帮助中国共产党 继续去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让美 让中国在美国 又偷又抢又杀 让美 让中国在美国 颠覆美国 中国共产党多厉害 中国共产党 把中国思维 把中国的战争 不仅跟美国在中国的战争 在海外交战 在海外决战 在台湾海峡 在中国周围决战 而且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 把战争引到了美国 引到了美国本土 还不是美国境外 这有多恐怖 美国人完全意识不到 搅拌的政府代性就是要回归理性 反处说要回归理性 回归理性的意思是 继续让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 继续让中国共产党颠覆美国 继续让中国统治世界 颠覆世界 摧毁人力 这次他反处说要回归理性 就是说 你不管通过干什么 你都要支持他 都要认可他 让他为所有 这是他们的回归理性 但愿美国人不会上当 但愿角白灯政府不会上当 从最近角白灯政府 几个坏人看来 几个人的实现年龄 看来还是很好的 比如新任国防部长 新任国务卿 还有商业部长 他们的概念 基本上跟过去 澎湖政府的大同小异 都是把中国当成敌人 把中国当成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这个观点还是对的 那么 那现在根据这么长时间来看 中国共产党已经被美国 一线的制裁 已经是积极可危 所以他跟美国写下投降书 带口信 要脚背的政府回归理性 要回到中国的怀抱 那这是一个世界的欺骗 如果真的美国又跟中国 走到谈判中 如果美国又跟中国共产党走在一起 如果美国 又让中国沉河下来 如果美国又让中国 在美国多远化 那这个世界拖下而知 让美国拖下而知 就算美国不死 美国也要突几层皮 如果让中国 即使在美国 为所欲为 我想美国的日子 一定不会好过 如果美国跟中国共产党积极似的 哪一件事情 哪一天 美国 美国 得到了利益 哪一天 不是受中国和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的欺骗 没有哪一天 不是 这个问题 再放一半 待会再来谈 再谈第二个问题 印度 这两天宣布 永久性关闭中国的IPG 永久性关闭 什么意思 就是不让中国人 在印度偷窃 在印度 跌回印度 印度人 尽管是最近跟中国有冲突 印度对这个问题上看得很清楚 中国是敌人 中国的IPG一定是界定软件 所以印度永久性封闭 这些人做得很好 为什么不得 支持印度 支持印度 印度非常新鲜 中印电影追影以来 一直在冲突不断 实际上跟印度冲突不断 是挑战美国 挑战美国的世界秩序 挑战美国的世界和平 美国人或许看不懂 因为美国还想跟中国多元化 还想跟中国全球化 实际上美国最近加入 又加入已经推出的WTO 又加入已经推出的西湖协定 巴黎西湖协定 又加入美国已经推出的WTO 世界卫生组织 而其美国加入这些组织 是帮助中国 是变相帮助中国 非常危险 而其美国重新加入这些组织 没有提任何要求 这个意思是默认了中国共产党 在世界上为所欲为 特别是最近夫妻去参加 跟这个WHO 世界卫生组织 签订了什么协议 而且没有提任何条件 没有提任何问题 就签订了什么协议 又跟世界卫生组织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 本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卫生组织 早就已经不是美国建立的国际持组 谭德塞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员 那么美国第二次又进去 推出来又进去 这种情况 你是不是就是 意思是认同中国共产党 认同中国人 投赌美国 杀死几十万人 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美国两党不管你们走什么样道路 都是美国人的学者 我们都无口非力 仅仅我们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们来自社会主义中国 知道社会主义中国在干什么 要干什么 杀死了多少人 美国人知道吗 美国人帮助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基础 在美国得到了美国 在美国得到了科学 得到了技术 得到了美国人的帮助 中国人哪里干什么 共产党哪里干什么 杀中国人 杀死了中国人几个亿 全世界难道还有比中国共产党更恐怖的吗 恐怕已经找不出来 如果美国还继续跟共产党合作 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就是美国继续跟中国共产党谈判 继续跟共产党走在一起 继续跟中国共产党合作 继续跟中国合作 这是最恐怖的 不是我在这里为业重庭 朋友们走着瞧 几十年美国跟中国共产党打交道 美国人难道上当收费还少吗 难道还不够吗 所以我们担心美国 我们在这里仅仅是提出问题 提出我们的看法 我们没有在这里直觉化成一丝 因为我们来自社会的中国 不喜欢不愿意看到美国跟中国走在一起 因为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恐怖的国家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人 所以我们担心这个 担心美国靠近中国 希望美国远离中国 远离中国共产党人 远离中国人 这是最重要的 关键的 黑心的黑心 中国跟美国带信 要回归理性 回归理性就是 又让中国在美国拿钱 又让中国在美国搞破坏 又让中国在美国渗透美国 美国虽然很强大 但是枪炮是不可能把美国摧毁 中国人的英文不易 一定会搞破美国 现在已经把美国搞得交头来 美国各路的问题 两党两派不管是谁当总统 都已经很难远获 美国国内的价值认同问题 这难道跟中国共产党 渗透美国没有关系吗 难道美国一点都看不懂吗 这个问题不用我们来回答 应该是美国人自己来回答 美国一定要小心 不能再跟中国共产党走在一起 不能再所谓的回归理性 不能承认中国 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本来就是一个贴地 所以共产党本来就是外来民族 就是来到亚洲这个土地 来到中洲这个土地 折免中国人 已经把中国人洗脑成了恐怖分子 这个多恐怖 美国人看不懂 美国人看不懂 又等着付出代价 现在美国正在对中国 渗透美国付出代价 中美之夜的问题 是太多太多堆积入山 但是再多归根到于底 就是一个价值理念的不同 美国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美国走的是仁慈的道路 走的是公平正义的道路 法治道路 中国来 中国走的是专制的道路 杀人的道路 吃人的道路 怎么可能跟一样呢 怎么可能还回归到中国的理性呢 中国的理性是什么 就是杀人就是吃 那美国呢 但美国不管美国问题在内容 美国还是基本上在 总体上在 民 还是基本上在法治的国家上 还是没有出轨太远 尽管是共产党渗透这不动力 但是美国的问题很严重 就是因为美国相信中国人 相信中国共产党 美国哪一天如果能够认识到 应该是把摧毁中国 解体十三亿中国汉民族 解体十三亿中国汉民族 只要中国存在 只要中国人十三亿汉民族存在 美国绝对没有安全 不管你拿党拿派 你要搞好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中国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的人 在这个人力世界上 他就一定会搞破坏 一定会摧毁这个世界 他打不过美国 他就会跟美国同归于尽 这不是开玩笑 不是唯言耸听 中国人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提起黑党威胁美国 他打不过美国 他就会摧毁地球 我想共产党用黑尾器 推毁地球 他还是能够 至少能够破坏地球 即使是没有直接把地球推毁 他都能破坏地球 以前我在几个视频 因素了 共产党为了威胁美国 他说他黑尾器 可能很难投入到美国 他可以用了 用中国的这个黑鞋瓶 装满这个上千枚黑带 沉到太平洋海底 同时引爆黑弹 让海水把整个地球淹没 我想他这些话不是开玩笑 他可以做到 他还说 在四川中部 打一万公尺的这个深度的这个深度 把黑尾器上千枚的黑弹 装到这个四川中部的这个 装到地球的这个底部 地球的深度 一万米的底部 摧毁地球 让地球永远 漂浮在这个黑暗的宇宙之中 他这些不是完全开玩笑 他觉得中国国内就可以半岛了 他还说 把上千枚的黑弹 安放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脉 同样推回地球 共产党这些语言 你不要小看他 他一定是会正在做 一定会做 他摧毁不了美国 他就会摧毁地球 这个是中国 美国还要跟中国在一起 还要去支持中国 美国支持中国 随今政策支持中国几十年 让中国人死在美国人的高科 手里死了多人 我们不说几个一齐瓦上一瓦 特别是中国的防火墙 人力尸兵 等等的人 以细腻的武器 对控制中国人 杀害中国人 难道美国人真的不懂吗 真的看不到吗 好吧 我们就这样子谈到这里吧 我们今天晚上谈了两个问题 每天晚上再加上一个艺术 我有一切多张优化作品 作成博物馆 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支持赞助 我把我的作品做成一个博物馆 欢迎我是支持收藏我的艺术品 我在推特的YouTube上面有这个 people 那里面可以赞助 我有三个多张大型文化作品 这是非常重要的 艺术是人类共同财富 这是我留意美国的 留意人类的 留意这个世界的礼物 在这里 也订阅我的YouTube 订阅我的YouTube 关注我的Twitter 跟中国走在一起 不能再回到中国的怀抱 中国的理性是一个缺套 是一个诈骗手 刺杀手 敲杀手 非常的恐怖 美国人看不到 看不懂 看不懂 只有商量收费 只有等着自己做好棺材自己进去 你看印度 印度多聪明啊 看得多清楚 永久封城中国的IPP50多个 永远不可能跟中国共产党和好 印度看得多清楚 美国人呢 美国人还是拥抱中国 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愿美国不是这样 我想 从我最近看到的 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务卿 美国国防部 也美国商务部 他们的理念还是可以的 还是有点的肯定 他们基本上是 源于 是 他们的说法 不叫美国在第一 不叫美国在社会大 他们叫做 消费美国自己的商品 不要买美国货 支持美国发展 这是对点 我们应该支持 川普对的 我们要支持 民主党对的 我们要支持 不对的 我们要提出看法 提出想法 这是我们的理念 我们不带政治观点 因为我们来到美国人的家 我们是kid 尽管从法律上 我们是平等的 实际上 我们有识认中 我们应该是kid 我们应该客气一点 美国两党两兄弟打仗 他们都会选择 一定时间会选择 走在一起 他们仅都是为了美国 而有不同的想法 虽然有些东西 我们不太赞同 不太认同 或许再退步 或许我们不太理解 也不太认识 那么 那是他们美国两兄弟的事情 所以我们旁观者 我们只是提出看法 我们不能在这里 支持一派打一派 OK 今天晚上我们又谈到这里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朋友们 每天晚上关注我 每天晚上都会 进入我youtube 看到我在这里 跟朋友们交流 好吧 过来 See you tomorrow 明天晚上再见 拜 祝朋友们好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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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